大家好,我是櫻桃班的莊子姐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小水滴的故事 嗨,我是小水滴,我喜歡到處跑來 跑去 在天上,白雲姐姐總是讓我跟著她一起去旅行 有時候,我會靠在她軟軟綿綿的身上 呼嚕呼嚕的打起忽然 有一天,雷哥哥和閃電弟弟一起在玩音樂 轟隆轟隆的好大聲把我和白雲姐姐嚇了一大跳 於是我就變成了雨,掉到山谷裡了 在山谷裡遇到一朵小菊花 我對小菊花說,你身上好香啊 小菊花開心極了,就變得更美麗了 我對美她說,你應該是件最美的花吧 她就更開心,她用它柔軟的花瓣 輕輕摸摸我的臉頰 但是她的花瓣太滑了 她動一下,我就普通掉在河裡了 我在河裡流啊流 看到我從來也沒有看過的生物 我,有雨伯伯,還有蝦咕豬,還有瓜爺爺,還有蛙哥哥 她們都很歡迎我的加入 但是,我還想念我心裡的那朵小菊花 蛙哥哥,看到我這麼想念那朵小菊花 她就張開她的大嘴巴,唱著情歌 我聽啊聽,就流浪到海裡了 到海裡跟河裡面的不一樣哦 有鮮魚叔叔,還有張伯伯,還有螃蟹弟弟,還有 噴著水的鯨魚大哥 他們有過我的身邊 他們說,你怎麼了? 什麼是讓你不開心呢? 我低著頭說 我想念我心裡的那朵小菊花 於是,我就用力地爬到波浪的頂端 大聲地問太陽公公 太陽公公,小菊花到底在哪裡呢? 太陽公公聽到我的請求 向我點點頭 她說她會幫助我回到小菊花的身邊 小菊花 她就用力地發光發熱 我就變成了水蒸具 回到白雲姐姐的身邊了 雷哥哥和閃電弟弟 也幫我變成了小水滴了 我又回到小菊花的身邊 我再也不會跟她分開了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